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今天的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6章的第十节 结束不义之境 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所说的正义是什么 奇迹客人讲的正义呢,非常单纯,就是指无条件的宽数 那当然奇迹客人讲的宽数一定就是无条件的宽数 如果有分别的宽数呢,就不是正宽数 那这个在他的第一段最前面就讲出来 他说,你还需要化解什么才能认出他们的灵在 就是圣父跟圣子的灵在 答案就是你的分别心 那这个分别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后面讲的这一句 你认为有些攻击仍是情有可原的,仍然是合理的 那有些攻击则是不公平的 这个是小我他会常常去做的一种区别 那但是,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些区别毫无道理可言 那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呢 小我对于他想要攻击的这个目标啊 他总会有很多的理由 他总会觉得这攻击是情有可原的 那可以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耻嘛 那这个鸡蛋里面都可以挑出一些骨头来 那你只要稍加观察自己跟外边这个世界 人们的一些说辞 他们对自己发动攻击跟定罪一些理由呢? 你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好,那下面第二段呢 他说你如果认为某种攻击对你是不公平的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你认为有其他的一些攻击呢 则是公平的 好,那这又表示什么呢? 你赋予了某些攻击一些意义 认为这是合理的 不过这个在圣灵的眼光看来是完全荒谬的 如果你和你的弟兄都是圆满 然后神圣而且纯洁无罪的上主之子的话 那到底有什么好攻击呢? 到底有什么攻击是合理的? 就不可理喻了 那么第六句呢 他说这等于否定的所有的攻击都是不合理的事 好,那么这个是到 他这边特别挂好起来 那这个到后面的三十章的第六节 如果你愿意先读一读的话 三十字六呢,他有特别强调这个 你会在他的第一段找到这句话 那在圣灵看来 所有的攻击都是不合理的 好,那么下面的第三段呢 第三句开始 他说你如果相信有人对待你不公平 表示你相信自己受到的剥夺 这边应该是翻成剥夺 而不是剥削 那么他说 而不是你在剥夺自己 你认为在剥夺你的人是外面的 谁 然后可能是上天 可能是命运 而不是你在剥夺你自己 那但是怎么样呢? 其实是你先把牺牲的这个因 给投射出去的 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这是你的咎由自取 是你先对上主之子不公平 那什么叫做你对上主之子不公平呢? 意思是说 其实在你选择分裂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先自我剥夺了 其实是我们内在在自我剥夺 我们才会看到外面好像有人在剥夺我们 在攻击我们 试图去拿走我们身上一些 你认为很珍贵的东西 这个是剥夺 所以是先有因 就先自我剥夺 然后把它投射了 因为小五五五他不想要承认他做这个事情 那么就把它投射到外面 然后认为是别人在剥夺我 那下面第四段呢 他说 当心那让你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待遇的诱惑 这句话可能要多读几次 也就是说当你内在有这个 你想要说一句话 你内在想要说一句话说 这不公平 That's not fair 这不公平的时候 要小心 这是小五的诱惑 要好好去觉察他 因为我们太容易去讲出这句话了 真的是几乎是我们天天都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只是说不一定是这么直接的表达 可能是不同形式的表达 但是背后的含义是一样的 就是That's not fair 这不公平 不管你是觉得这事发生在你身上不公平 或者发生在别人身上不公平 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第三句呢 他说让别人背负你的罪疚 就能买回你的存疊无罪吗 你攻击他不正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吗 这个是标准的小我思维 就是说把这个罪疚丢给别人 就会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无罪 因为小我是透过去跟别人比较来凸显他自己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特殊性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是先自我剥夺 然后你才会相对应的看到外面有人来剥夺你 但是我们会拼命的去否认这件事情 好 那下面第五端呢 他说你认为弟兄代你不公 因为你认为必须有一方不公 另外一方才可能是无辜的 就是我刚所说的标准的小我思维 他是透过这种比较 然后去证明他自己 那么他说在这场游戏里呢 你是否看到了自己的整个关系的唯一用意 就是说小我看待关系的那个方式 他利用关系的目的是什么 利用他的目的就是说 我把别人比下去 把别人踩下去来凸显出我自己 那一样呢 我给你定罪 说你剥夺了我 攻击了我 才能显得出我是比较高尚的 显得出我是无辜的 这小我的目的 那圣灵的目的是什么呢 写在第四句 他说 让你借此关系认出那位神圣贵宾的灵在 就任何关系 其实都是来帮助你去认出 你与弟兄共有的那个灵性实相 这是圣灵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通向一体性通往实相 那小我的目的呢 是正好相反 那最后呢 我们来读一读第六段 那作为一个总结 那也是这一整章的一个结束 他说 你若做此不公的判断 且据此判断别人 这不义之举对你的影响 难以估计 世界从此日渐昏暗 而且危机四伏 使你完全看不见救恩带来的幸福 它也无法照亮你的前程 于是 你会认为有人剥夺了你的光明 使你陷入黑暗 不易地将你遗弃在这个既无目的 又无希望的世界里 其实世界是公正的 因圣灵已将种种不义 带入你内在的光明 在此化解了所有的不公 且以爱与正义取而代之 不论你在何处看到不义 你只需如此提醒自己 我这一看法等于否定了 天父与圣子的神圣灵在 我绝不因眼前的不义 而错失了认识他们的机会 唯有他们灵在之光 足以驱散所有的不义 这就是我们二十六章的完结了 更多的学习资源 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 或者台湾这边的教学网站 可以找得到 我们的公众号 跟网站里面的内容 是随着时间流逝 不断不断在增加的 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好的分类 在里面 会是你在学习奇迹课程方面 最丰富完整 归类的最好的一个学习档案 在资料库 那么关于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管是线下的 实体的或者是线上的 在里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讯息 以及购买的链接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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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